男人的興趣不是很多 當中有可能是 車、Hi-Fi、Bill和相機 興趣和興趣之間 其實是可以CALLS OVER的 今次跟大家講一講 就是相機和Bill 我是M&K Camera的Frankie 相信玩開Liker的朋友 對我都不會陌生的 我們主要是經營二手和全新的Liker相機鏡頭 Liker是一個德國的品牌 已經超過100年的歷史 他們做相機的理念 都是精益求精 做到最好 不計成本去做 而拍出來的效果 立體感很強 色彩還原很高 最重要就是很有氣氛和感覺 這個比讀者有很強烈的溫度感 之前講的就是相機和Bill一個CALLS OVER 今次介紹的一個朋友就是明哥 他本身就是很喜歡拍照的 他是經營一個手錶記賣平台的 所以今次就介紹給大家了 他也是在尖沙咀區 在我們公司附近的 明哥是一個比較有性格的人 也是比較低調的 所以今次他不會出鏡 以後他也不會出鏡 明哥 認識了你一段時間 你會覺得德國手錶和德國相機有什麼吸引的地方呢? 其實很有趣的 為什麼我會喜歡德國的東西呢? 其實德國有一件事很吸引到我 就是他對於細節很執著的那種態度 其實那種態度 無論是Leica 或者是我喜歡的德國錶 其實都有一件事就是 譬如相機的話 他可能會對光學的結構很執著 如果手錶的話 他就會對走時的精準度 就會變態地執著 他可以不惜一切公本 就是為了要走得精準那幾秒 這就是德國吸引到我的地方 是的 我覺得Leica也是一樣的 他是不惜公本 只是為了做一件事情而已 是的 可能做到虧本他也要做的 譬如德國朗格陀斐倫 通常陀斐倫是不能停秒的 但是如果朗格做陀斐倫的話 就一定要有一停秒 而且還要秒針可以自動跪零 他可以花很多功夫 以及結構可以複雜很多 就是為了令你教時間 可以更加精準 以及令你可以控制到 連秒針都可以精準 這就是德國製造吸引到我的地方 那你又覺得 譬如說德國相機和德國標 他有什麼共同之處呢 我想共同之處就是 他們都會有一種很無實的態度 譬如我講手錶 瑞士錶的話 他可能會著重錶面的布局 或者是那些用料會比較閃一點 但是德國的東西 他是不會說這些話 他所有東西都很簡單 很無實 他會以實用為主 而不會用一個外觀 靚為主 所以通常呢 德國標和德國相機 都是用料非常足的 而且他看上去都會比較簡單 比較無實 好像有一種大致若餘的感覺 這就是為何我會喜歡德國的東西 因為對於我來說 簡單的東西 越簡單的東西 其實是越難做得好的 而且越簡單的東西 越耐看 所以德國標 我通常都會保持得很久 我也不會捨得放的 嗯 明白 所以就是說相機都是一樣的 好像Leica的AM機 他幾十年了 那時候的菲林基 和現在的菲林基 如果你是外行人 不認識的話 其實你是分不到的 但是他的樣子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就是可能小小的細微的東西不同 以前可能就是 菲林基 就用菲林做一個媒體 去記錄一個相片 那現在就用一個數碼 但是其他的東西 都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不變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也是 他由開始設計那一刻 就已經預算了 以後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他是不會變的 所以就很棒 為什麼你帶著德國標出去 是特別安全的 因為其實你帶著德國標出去 因為樣子很簡單 別人不會覺得他是一隻貴標 但是你遇到一些 真的認識的人 他一眼就會覺得 這個人有品味 他帶著這隻標 所以其實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如果帶著努力士出街 帶著地通拿出街 誰人都知道是貴標 你的人身安全可能會受威脅 我帶著一隻 可能差不多一百萬的德國 陀菲林出街 德國陀菲林很低調 你不會知道他是一隻陀菲林 你可能要反到標帶 才會看到是真的一隻陀菲林的東西 我帶著一隻這麼貴的標 其實我乘地鐵乘巴士 沒有人知道他是一隻什麼標 實際上他的質素 其實真的 可能真的差不多一百萬的標 所以其實變相帶著街 都可以很安全 這個也是我會比較喜歡 德國東西的原因之一 嗯 沒錯 其實Leica也是一樣的 比較低調一點 但是不會很搶眼 覺得古董的相機 就不會覺得很貴的相機 所以我想很多人會比較喜歡 沒有小紅甜的Leica 都會的 會更加低調 都會的 有些人是刻意黏在它 那些P版 M版 沒錯 講了這麼多 不如明哥你介紹一下 真的 拿著手 介紹一下 那些標 好啊 沒問題 今天我會分享三隻德國標 這一隻就是我第一隻要分享的 這個品牌就叫做Grasutti Original 那它就是一個外觀 算是德國標來講 算是比較浮誇的一個外表 那它就是一個Turkois 一隻六重石色的 那它就有一個 那它的功能都幾齊全的 那它就有一個Flyback 那就是其實它計時 還有它還有一個非反的功能 那這個作為一個日用標 是一隻非常好的德國標 那它是德國製造 那品質方面 就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那還有 那 都已經是這隻顏色 是比較鮮艷少少 那這隻就是我自己的私人珍藏 那還有它 這隻顏色 就只會出100隻的 那就是非常之珍貴的 這個版本 那還有呢 這個標底 大家都可以見到 是 絕對是有了德國標的 所有的 很核心的一些功能 那這個是一個自動機身 那所以 其實就看得不太清楚的 那所以 那我就會找我第二隻標 那這一隻呢 就是我要分享的第二隻標 那它就是我最喜歡的德國品牌 就是朗格的 那這個也是我自己的一個私人珍藏 那它就是一個叫做 1815系列的 叫做Up Down 那Up Down就是 左邊這裡 就有一個Power Reserve 就是一個動力儲存顯示 就是Up和Down 就是有能量和沒有能量 那右邊這裡 就是一個小秒針 那就可以見到 這隻標 就可以凸顯到德國的那種 很簡約 很務實的那種 那種的設計美學 那是非常之簡約的 應該有的功能 就有 不應該有的 Fancy 那些 它就沒有了 但是呢 其實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標面 那個用料呢 雖然是看起來很低調 那但是它的用料都非常之足 那這個標面呢 你就這樣看 是一個銀色的標面 但是其實它真的是一個 純銀的一個標面 那還有呢 它的指針呢 可以見到 是用燒出來的藍鋼去製造出來的 那所以整個 樣子雖然是很簡約的 但是用料足呢 那你仔細地去看的時候呢 你都可以見到 有很多很漂亮的細節在裡面的 那反轉過去呢 這個呢 也是一個限量版來的 那這個限量版 那這個限量版 是更加少的限量版 因為它只有20隻而已 那這個呢 有一個是人手雕的一個圖案 那就是一個西班牙 不以包的一個叫做Seras的 一個珠寶行來的 那它就70周年呢 就找了浪格和Crossover 出了一隻的 這個Crossover款 就只有只有20隻而已 那這個呢 雖然是一個底改 但是其實呢 是可以揭開的 那你揭開之後呢 哇 你就會見到 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機心了 四分三甲板 人手雕的 Balance Clock 和藍鋼螺絲 黃金套筒 這些全部都齊了 這個就是德國標的魅力之處 因為呢 好的東西 永遠在錶面 你不太見到 只會藏在裡面 讓你慢慢欣賞 那這個也是一個 德國標的精神 永遠 那些很fancy 很燦爛的東西 都是收得好賣的 你要慢慢去發掘的 那這個就是 第二隻標 那第三隻標 好了 這隻標 就不是我的 那這隻呢 就是我的 記錄平台 Ming Watch Channel 那就是昨天 有個客人 就拿了這隻 的浪格上來的 那這個呢 就是浪格 一隻很signature的標 就叫做 Cyborg 那就是我們有花名 就叫做貓頭鷹 那它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 大家可以見到 這裡是有數字 左邊是一個小時 右邊是一個分鐘 當你這個小秒針 去到60的時候 等一會 大家等多20秒 就可以見到 那個分針 就會跳一跳 那這個呢 其實是很難很難做的 因為如果你是戴著 G-SHOCK的話呢 這個功能 其實電子標來講 是很容易的 但是呢 這一隻呢 是一隻純機械的標 要做到每一分鐘 剛剛好搭正 一跳 可以做到這麼精準 是需要很大的動能 以及很精準的 mechanism 的這個 這個裝置 那所以呢 又是了 德國標 標面呢 非常之簡弱 很簡單 很簡單 但是呢 反轉到標底了 嘩 你就會見到 一個很複雜 很複雜的一個 機心 這個就是 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 浪格 和這麼喜歡德國標 所有複雜的東西 全部都收起來 你是在標面完全看不到的 那所以呢 為什麼我會說 帶多個標出家 很安全呢 因為呢 它最值錢的東西 永遠都不會 在外表裏 給你見到 你是在家裡 有空拿出來 欣賞 看擺輪 在這裡轉轉轉 以及這個標面 怎樣去跳一分鐘 我們又可以再欣賞一次 它跳一分鐘 4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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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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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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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3 2 2 2 如果你欣賞我的影片,希望你給個like我,以及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下期再見,拜拜